假期里买两个大南瓜 给小朋友做一些这种小零食吧 不用油炸更不用烤箱 不加水也不需要放油 更不用任何添加劲 口感香甜还有嚼劲 吃不完的装进保鲜袋 做一顿可以吃好久 做这种小零食最好是选老南瓜 它的肉质绵软而且营养丰富 像这种南瓜在我们这边 五毛钱就能买到一斤 这次一共准备了两个 加起来是15斤 先用刮皮刀把外皮刮下来 然后对半切开 再把每一半从中间一分为二 用一个硬一些的勺子 把里面的南瓜瓶刮干净 这些南瓜子不要丢掉 放到太阳下晒干特别好吃 再把果肉的部分全部切成片 一定不要切得太薄 薄的话会影响下一步操作 就像这种厚度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 把它们整齐的摆到框子或者盖链上 放到太阳下把南瓜晾晒到八九成干的状态 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晾晒了两天以后的南瓜干 已经变得非常柔软又韧性 先加入足量的清水 把南瓜给淘洗两遍 去掉表面的灰尘 洗好以后直接挤干水分 盛出来 不要一直在水里泡着 加入30克红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 少加一丁点盐 可以让甜味更加突出 黑白薯芝麻各30克 先下手搅拌几下 让红糖能够完全化开 让黑白薯芝麻都沾到南瓜的表面 这些是60克炒过的糯米粉 锅里不用放油 干炒就可以 炒出糯米粉的香味 然后分次加到成南瓜的盆中 每加一些就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加糯米粉 直到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蒸锅里提前加水 摆好蒸壁和替布 把处理好的南瓜全部倒进来 用筷子把它们整理开 方便上汽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烧开 然后转中火蒸15分钟 现在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但是现在还不要着急开动 把这些南瓜全部夹出来 摆到一个干净的盖链上 继续晾晒 晾晒到大约八九成干的状态 如果太硬的话不好嚼 加留烤箱 也可以用低温慢慢来烤 这些就是晾晒好以后的南瓜干 留下这次要吃的 剩下的装进保鲜袋 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特别方便 这样做的南瓜干香甜可口 南瓜的香味依然非常浓郁 入口也很有嚼劲 平时可以当成不错的小零食 无水无油没有任何添加剂 给家人吃着也放心 15斤南瓜一共做出来不到一斤 喜欢的话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